封雲谷 在2023年1月正式成立为YouTube会员专属频道封雲汇 加入成为频道会员 你就可以看到专为会员而设的影片 现内容是专为封雲汇会会员度身订造 和大家讲一些陶生和鲍sir先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其实国民党如果真的执政 对于在台湾的香港人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是否会比现在民进党好呢 因为他们始终是华人 那个气度你不要以为是跟英国人一样 讲到YouTube的时候我觉得很小声 因为不好意思有点自卑 谁知道他听到之后肅然起劲 突然间对我态度好很多 所以我们做这些KOL 我不会学某一个在台湾资深的人 是这么困难的 他没有说我们封雲局 因为他不敢说 人渣、法西斯、徐将军 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谓的KOL 其实我都很恨这三个英文字母 所以例如曹总这些人 我心想是十年八年前 我这个叫十九这个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你真是很厉害的 你这条带给他看得到 又反面 他就说你老哥 不是说风云谷做得很好 我说你也是 将来有机会就同台 你发觉我现在手指指指多了 就和天狗吃了两餐饭 给他感染了瓷场 说什么就学了他 我知道的 我还有看一个人 我是要看他的优点 反而沈旭辉就说 叫另一位 叫十七国文字都来 那好不好啊 我知道他想拍照 想拍照 所以这些好东西 做小曼常 是知所尽去 加入频道会员很简单 你可以用电脑去回我们的 YouTube频道首页 按加入频道会员 又或者用手机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栏 卡最上面的连结 加入风云会频道会员 有能力的朋友 还可以同时加入 陶结Patreon 和霸卫冲冲心直说的Patreon 而Patreon 除了有各种专属内容之外 还有一至六风云谷的声音版 大家的支持 一定会令我们更加有动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好节目和内容 再次多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各位准时卖位收听或收听风云谷 多谢各位风云谷的特别会员 风云谷的世纪 总统会员 除了要来更多的 还不断增加 也非常感谢各位 加入 《视频道证换示》 和《视频道证换示》 各种渠道内容 是不会重叠 只会有更加深入的分别 有些学术一些 从长计议 有些都是中度分析 你也知道 封雲谷也好 封雲汇也好 Patreon 会员也好 你们的时间也非常珍贵 我们将会是量身订造的 是吧 深陷是各自不同的 话口未完 最近这个叫小红维尼血与物 神秘被禁映 遭到全球注目之后 马上香港又有新意识搞作了 在这个叫国安法实行之后 第一场是由特区政府批准举行的 民间的示威千呼万喚 就在哪里发生呢? 原来是在将军澳 将军澳私人努院 这个叫刀会役 这个其实是役字 但是因为香港人将日本当家乡 所以这个叫役站的役 就用了日文的马字边这个赤 暂时就跟从香港一般师奶说 就叫做刀会役 或者又称为刀会马役 总之你各色其色 这个叫刀会役的业主委员会 他就举行反对将军澳第132区填海 和特区政府准备兴建业务性的设施 包括是建这些水泥厂 和堆填区等等 就觉得这样拖累楼价 业主就非常愤怒 有很多还自称叫做蓝色的人士 是吧? 就说这次忍无可忍 终于是顶不住了 是一次处女游行 就是第一次 但是跟特区政府的警方讲素之下 就一定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规限 包括游行全程 一定要配戴掛着颈牌 就以作识别 那么今次的游行期人数是很少的 大约是100个 打着这些环额标语 就由调景岭游街 但是个个的颈子就蓝着牌 这个牌识别说自己是游行人士 还有呢 后面有一些文字是讲解就是 这个证明游行的人是业主 和一等粮民是不会暴动等等 是吧?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摇摇样样 就去到将军澳海滨公园集会 是吧? 游行相当之成功 只不过这些游行的方式 也都令到国际注目了 你反对兴建水泥厂 垃圾处理厂 我认识 其实这些好闲而已 一百多亿人 是吧? 那你用什么要配蓝蓝条 狗带和一个这样的标签呢? 是吧? 这些事源是警方 严格要求 大会将所有非参与游行人士 限制在游行准许的橙色带之外 否则当你违反不反对通刺书 大会自行 组成了抖册义工 沿路拉着膠带 如临大敌 声称不准其他人士 混入游行队伍 还有两边也看到 那条游行通道 在旁边有警方非常人数 众多的人 沿途监视 这样的游行 就令人觉得相当奇怪了 尤其这几个月 很多香港人外游都见过伦敦 有人游行 这些总罢工 是吧? 还有反对用燃油 有人示威 那法国不用说 巴黎现在呢 是法国大革命的逐篇 据说正在上映 街头成100万人游行 要求这个叫马克龙下台 因为这个马克龙竟然将法国人的退休年龄 是私自延长 搞到很多前线劳工想退休 没得退休 将他们延长到64岁 所以搞到那边 游行示威还有人放火 那现在另一边 远东 这个叫香港 那种游行规模不但越来越缩 而且呢 德国小猫三四只 都找两条橙色带规限住 是吧? 还有警方喝令 一旦有外人混入 就当你是违反了不反对通知书 一般的游行来说 游行示威 根据基本法也好 根据香港的条例也好 是没有说不准外面的人加入的 喂大哥 首先 你让将军澳的业主 是吧? 你说在那里 这个 反对 说建这些堆填区 是吧? 那将军澳的住客 可不可以加入呢? 是吧? 那住在将军澳隔离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来将军澳时时吃饭 但不是完全住在将军澳 但时时是带小孩子 是进来将军澳这些屋院那里看电影啊 又或者将军澳那里的那几间酒店 service apartment那里的那些 那些住客 那去可不可以加入呢? 是不是一定的规定是业主呢? 是吧? 租客行不行呢? 所以这些叫做 不准所谓外人混入 什么叫外人呢? 对不对? 对不对? 叫做在将军澳业主家里打工的那个 菲容姐姐 是因为对于那个业主和阿sir 几十年非常忠诚 姐姐呢 是也都二份前应自愿参加 那那个业主呢 阿sir和Madam 一下子抱着他入境界圈那里一起走 形成一个叫做国际跨国的抗议效应 那又算不算迷反了警方不反对通知书 当作规定要拉人封艇呢? 所以这次的游行呢 是衍生了很多非常之有喜剧感的问题 是吧? 陶先生 刚才你说这个游行呢 是参为观止的 就是细节你都介绍了很多了 那些我就不重复了 不过我觉得最过瘾的是什么呢? 是参与游行的部分人 不是全部接受记者访问时候的回应 那有部分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蓝丝啊? 他就说这个方法很好 就是挂牌 是啊?和都可以接受 因为呢可以区分呢 他就不会和那些黑暴一起 那另外呢 有一些就认为呢 就是这样有警方的安排呢 就有秩序呢 他觉得都可以接受 那这些很典型呢 反映到现在香港那个社会的状态 有很多人呢 面对了一个已经面目全非的香港 或者他也都不选择离开香港之后呢 唯有呢就是自我justify 这个合理化了现在他们面对的现状 包括刚才你说的那种荒谬的游行 而特别呢 是挂那个牌在空前 那这些挂牌的识别呢 这种表面上呢 就好像说到是保障他们游行人士 不会被其他人混进去啊 破坏了个不反对通知书 但是这种挂牌的 象征意义他们不知道 他们或者他们不觉得 这种好像幼稚园学生呢 被妈妈认回挂个牌 在空口那么简单 那我们如果少到历史都知道呢 在二次大战之前呢 希特拉怎样管理这些犹太人呢 就是未送他入集中营之前呢 就要他们区分出来呢 他们是要带犹太人那个 六角星的秘章的 那这些呢 当时呢 也都很多人呢 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觉得呢 既然我们是犹太人 这个又是我们那个 那个代号了 就算挂了都不要紧了 那进一步呢 下一步呢 就是将他们呢 就把他们呢 赶到一个犹太区里面居住 那时候也都有犹太人觉得呢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措施 因为呢 防止我们在出电呢 被其他德国人就 就是 欺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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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将个襲击啊 那其实是保障我们的 那 我 现在我见到那些游行的人呢 他在那里自圆其说 或者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 甚至在那里赞扬警方的安排呢 我老海里面真的出现了 那些当初未送入集中营之前的犹太人 那些这样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说话 那他们知不知道 其实以往他们享有的权利已经丧失了 而香港据特区政府所说 由乱入自由自入兴 根本何来黑暴 甚至将你们挂牌 这些这样的识别的行为 其实是不是在那里剥夺你们一个自由呢 那这些人呢 完全没有感觉的 现在恐怖的地方 不要恐怖 即是现在可笑的地方 香港就会变成这样的地方 是这样的 你刚才联想到这个叫做 犹太人挂这个叫大卫星章 可能阿鲍先生你读历史 你那个叫时空深度的想象浪漫一点 那我就没看你看得这么深远 我只不过在逻辑上发现一些问题 是吧 第一 今次组织游行 这个所谓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召集人 陈生华呢 他说今次是没有实名登记 是吧 就要求参与者挂牌是严厉措施 但是为了顺利举办 表达居民诉求 迫着要接受 但是游行是没有实名登记 没有实名登记 那我问你 你平时挂个牌 譬如说你在那间企业 或者在汇丰银行 又或者在一间 非常之有专业 和有声誉的大企业 入TVB OK 工作 或者叫做加入警队 警察去到现场那些便衣 是不是挂着牌 那牌 那牌是一定有你的照片 是吧 譬如说那个叫职员证 那是什么牌 要么就是出席证 要么就是职员证 要么就是学生证 是吧 你看看今次两会 或者中共召开十九大二十大 就连习近平李克强都挂着牌 那牌 那牌 你看清楚 是除了有他那张标准护照片 还写着他的名字 是吧 所以挂着牌 一定是实名的 要么你挂着牌 那牌 那牌可以是自己偽造的 事先 你知道吗 这些这样的业主法团 如果是古古画白 是吧 拿着牌 是给警方 是吧 那这样的字眼 这样的规格 接不接受 接受 那跟着他柳叶 是可以印多二百个 是通街派给外面 不是将军武那些外来的九龙城 是吧 或者叫做屯门 元朗 那些 一人揽一个 明天是进来的 是吧 因为你说挂牌 又不是实名登记 那挂牌来有什么意思呢 是吧 我不是很明白 是吧 那你和我刚才说 是哪个 就是挂着牌 在那条顶那里 穿条绳 就是说是一个游行的资格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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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现在是一百人 业主才有资格游行 那我刚才说 住客有没有资格 是吧 或者业主的老婆 行不行 是吧 那你叫挂牌 又没有实名登记 那你这个叫资格 因别的标准在哪里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 第二 香港哪条法例规定 示威游行一定要挂牌 是吧 基本法没有这么说 中国大陆这几年 很多那些示威游行 都发生过了 对不对 是没有人挂牌的 是吧 如果不挂牌 是不是会触犯香港 刑事法例第几条 是吧 所以这个叫无奈接受 要挂牌的这个 就不是香港的法治 而是香港警方 是新加入一个叫做规定 这个就和大陆呢 那个制度 或者种种的风格 是慢慢一致 大陆那些法律呢 就写得很明确的 你拍到电影呢 电检的标准 那些电影局 都要一早就一早就告诉你们 是吧 没什么 我们都是很自由的 藏独 港独 少数民族 那些问题 你不要触犯就可以了 还有不要涉及这个叫做 国家领导人 共产党 那些就可以了 其他其他东西都可以了 是吧 是吧 但是其实最后你拍出来 或者拍的过程 又突然间有一条新的规定 这个规定又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规定呢 是凌介于那些法律那里的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你现在叫做禁听话 弄了个牌 而又只有零零丁丁一百人 然后你这种游行 会对特区政府 你那个抗议的声音 会有多少约束力和阻吓力呢 多年前抗争运动示威期间 有无数的警员 无论他是便装还是军装 他们都没有带委任证 甚至身体上没有任何的识别编号 戴了个头盔 背上套甲 我都不知道你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 我男女都分不了 当时其实有人提出过 在警察的通例之下 已经说过 这个是通例 虽然不是一个法律 是执勤的时候 是要配戴警员的识别 包括如果他是便衣 就要带委任证 如果他是军装 他应该肩膀上有编号 以知识别 这个在警察的通例上 已经写得清楚 但当时都无人执行 有1800个理由 告诉所有人知道 警员是不需要 或者是不必需要 要这样去揭露他的编号 或者身份 但是很可笑的是 现在是一般的普通市民 没有任何的法律和通例 规定之下 就要揽一个卡牌 在空前作识别 他是示威人士 我退100步 不要紧 你说没有名字 没有照片 甚至只是一个识别 可以的 不要紧 但是如果我这样问下去 如果觉得这样挂牌 没有问题 以后在一个屋苑出入 其实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挂牌 首先要区分 好像你说的 究竟是业主还是租客 麻烦你挂牌 先挂牌 如果不是业主和租客 可能你会不会 你的身份 其实你是从事什么行业 原来你是做水泥五金的 这位是做警察的 那位是做护士的 不妨也可以在黑牌上 再区别在一起 甚至进一步 其实你的身份是别人的老公 原来你是李太太 那个是陈姑娘 这个是爆小朋友 那是不是又要写在牌子里面 这些不重要的 其实都是好事 没论 我可以知道 旁边那个是做护士的 原来他还没嫁 然后那个小孩原来是单亲的 你不如挂在牌子里面 好不 那就更加一了八了 区分到任何人 没有人是黑暴 为了区分不是黑暴 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现在 好了 要回答你刚才的疑问 最简单 就是看看那个挂出来的牌子 是怎么写的 我们看到了 这个牌子 你要看到 三分一是橙底的白字 就写着反对张安奥在田凯 三二六大游行 但是那个牌子里面 是没得识别的 只是说叫参加人事有个编号 这个编号就是有个 number 你应该写个 number 你应该 你挂个牌子的目的是什么 截直证 是不是有张照片有个名字 张军奥同样有一间大机构 叫无线电视 你进去 你要把职员证端一端 给这个叫监警的保安看 然后进去 去到哪个建议都要挂着 是不是 不是给你外面的那些影迷 什么东西 要进来找汪阿姐 或者要找肥妈 签名 帝汤水 妈妈和狗都要进来 这个叫挂牌的基本定义 原来你不是 参加者连名都没有 只是有个 number 大哥 你现在在赤柱 要叫 number 有名有姓 大丈夫行不改名座不改姓 这个是你基本法 给予你一个唐正的人权 是吧 是吧 你都把身体抛出来示威了 你又不戴口罩 是吧 那你又被人见了样子 那你不妨你把自己的方名 写上去 你住哪里 你住第七座 41多 是吧 那里面 写下去 是不是 陶先生 走得正 走得正 现在你是做黑暴吗 现在你是出来示威 你把自己的大名 住哪里就写下去 你给多些个人资料 这些不是私隐 不是安心出行 是吧 不会变成去了某一个国家的档案那里 你自己介绍 姓什么名什么 多少岁 直观哪里 是吧 甚至做什么职业 你游行的时候 大家男男女女 有谈有讲 说不定 是吧 在那里认识 男仔女仔 然后 喂 在行路游行的过程 大家是很投缘 聊天很严 相约 不如游行完 哇 一见如故 不如大家跃脚打麻将 又或者对面入堂水 然后呢 哇 成就一段 很奇特的人的缘分 也不一定 是吧 好事来的 陶先生 如果牌太小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 好像卡片那麽小 寫不完这些资料 不要紧 其实呢 这个中国大陆 在文革期间那些牌 很大块的 掛在空前 成尺多两尺平方 那样 那便将自己的名字 好像大字那样写上去 跟着 加上那些住哪 什麽职业 什麽职业 几多岁 结了分尾 挂在空前 那便在那里走 然后看到旁边 陈姑娘 原来你住旁边那一座 原来你呢 34岁的了 你还未嫁 我都未娶 于是大家便可以情求意合 是吧 你挂着牌 除了示威游行之外 还可以有商体和木轮的关系 从来未见过挂牌 那牌是这样设计的 香港很多行业都是挂牌的 是吧 在那些政府医院里面 医护人员都有个挂牌的 医生来巡访 分分钟都有个牌 是吧 方便你投诉 对不对 002 006 007 那你以为你真是王家特报吗 对不对 有的是002 不就有007 是吧 我都很想知道那位007是谁 是吧 是吧 所以现在这种挂牌 是一种新意识 新尝试 但是里面是新骑类 和新的疑问 是吧 是 不要理你 里面是黄丝还是蓝丝 我没有兴趣 是吧 就算是这个挂牌的技术问题 出现很多逻辑的漏洞 是吧 我的立场就很简单 陶先生 我就不反对挂牌 不过我赞成做人做事 都要专业一点 你一是不挂 一挂就挂得端端正正 大大方方 好像你现在这样说 只是有个数字 这个里面又小 那些字 就看不到 又没有身份认证 那就不专业了 一定用回我们刚才提议的方法 一定是巨细无为 没有私隐问题 用回那些蓝丝建制 经常说 你不犯法 你怕什么呢 你出来行 这个示威 有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 罩着你 又有这么多警察 和你围住 再加上那条什么红白的绳 好像直接按发现场那样 那你怕什么呢 那你走得正 站得正 怕什么 你把你私人的资料 那样 另外就是那个诉求的伦理问题 现在喜欢什么都说论理 是吧 就是说你不想在那里建垃圾 水泥厂 是吧 那当然了 如果我在那里买了房子 我也不想 对不对 楼价就这么难下跌 就是类似 这个叫启德 早前那样 对不对 现在有个大弯 对不对 就是蓝思的那些理论 好像那些 经常和那些离开了香港 移居外地的人说 就是说你不喜欢香港 你便走 对不对 这里不留意 是的 那么如果用回这个逻辑 你不喜欢住在将军路都会站 那你就搬 你层屋可以卖 是吧 这个就是问题 和香港一样 你不喜欢香港 你可以走 对不对 这个逻辑是这样 这个就是个问题 这个中国人是否粗线条不讲细节 你不喜欢香港就走 你给我强制金我就走 你现在扣着强制金我就怎么走 你说我不喜欢住将军澳 这里就离开这个叫水泥厂 你可以走,不要搬住将军澳 那你特区政府给我买一层楼我就走 叫恒大,这个叫许家印帮我买一层楼 我一定走 走去哪里,走去台湾,走去马拉 走去英国,这些不用你理你 总之我一定走 走得这么容易才行 说回来 这帮业主抗议我觉得错不错 让我提他,你是他,你也会生气 十年八年之前在将军澳买房的时候 特区政府有关多局 没有说到可见的将来在那里建水泥厂 这个直接可以去销委会那里去投诉 我不知道会不会接受 第二,这些很厌令人业务的设施 这个以前香港都试过在荔精花园 是不是 要建一些叫艾滋病 这些这样的疗养 或者治疗中心 大哥我不管你多道德 说到钱就细是假的 荔精花园的业主抗议 对不对 这个特区政府 以前批准过这些事情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 以前荔精花园 是建一些叫做关爱 这个爱之病人的设施 就说没得说 现在你后面有个大湾区 大湾区 你特区政府宣传叫做一小时生活圈 那你的水泥厂 垃圾堆田 为什么你不可以在一小时生活圈之内的大湾区那里搞定呢 为什么你一定要在将军澳那里建呢 现在有一条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你每天 运送这些水泥或者垃圾上去 在那边港珠澳大桥贴着珠海 这个中山果头田海 行不行呢 为什么你要这么近田去将军澳呢 对不对 那些业主都错不了的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自己都说了 大哥明天大婴你就扔6000亿走去田 是不是 这些这样的说明就叫做令人厌恶 是不是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你不去南湾那里田 中湾南湾两个海湾 多不多余一点 是不是 要一个就够了 而且交通阻塞 那里有四个海湾 南区 浅水湾 深水湾 中湾 和南湾 OK 那里的人口密度是否需要四个港湾 需要四个海滩 尤其是南湾在90年代 已经被一些同志拿来占据 在那里查油 天体 搞事 识人 那样 是不是可以在南湾那里田了它 或者一张南湾当做一个叫做垃圾堆田区 在那里建水泥厂地 你制不制呢 为什么你不肯去南湾那里飞虎侧轨 那为什么你要欺负将军澳呢 好了将军澳你不田南湾又不田 那为什么你不说珠澳大桥 搬上大湾驱田呢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将军澳业主觉得我欺负 我觉得 我们很持平 我觉得他们有道理 因为这个说明一小时生活圈 是不是 为什么你要站在我那里 这个你是不是很自私 谁不自私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自己是林郑 是不是自私 又为了你自己那个叫以前社工 读社工 什么保赤安良 这些婆婆妈妈的情结 是不是 将成一条人命陈铜佳 你要是显示你自己的旅合风范 将整个香港反铸给自私 没得用自私来争论的 是讲利益和讲合法 是不是 是不是 说得有道理的 这一点当然 当然有道理 将军澳很特殊的地方 因为我曾经都在里面翻过工 其实因为它里面有个堆填区 其实将军澳以前在无线电视 长期在办公室里面 都有些臭味供进来 这个其实很多人买将军澳的屋的时候 其实都受到这种臭味的干扰 好 买一间屋的时候已经知道有堆填区 不过现在它是在新的132区 对出的海域 即是比较近市中心那边 就说填海就建那些刚才你说的一些厌护性的设施 那些人就怕在那个地方就影响了他们那些楼的环境 甚至最简单是楼价 这一点是最实际的了 所以这一点香港人永远是这样的了 一牵涉到那个楼价就不是跟你说笑的 因为其实将军澳这个地方 你买的时候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了 那我就认为 难道你认为那里是等于南湾吗 那楼价都不同 那你这样说的 江军澳也都受惠了一条新的隧道 近年 近日 不是近日 是近年楼价都飙了不少 是不是 那这些好处了 又要知道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有辣有不辣 写到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是很公道的 那是见仁见智 是不是 那就可以说你啊 鲍先生 是太过凉薄而已 对不对 我在将军澳没有楼 但是我 我有同理心 我为那些业主着想 何况你今次这样 那条游行路线收窄到 是由 左到又只有五、六尺位都没有 是不是 这些好像那些男人 老了 那些阿伯 前列腺肥带 那条尿柱 本来你年轻的时候 好像瀑布那样 射出来 现在断下 好像一条线那样 还要断断续续 还要打尿敌 是不是 这样就是没有力了 就是这样的游行 是不是 以前不是的 一百万人 五十万人 塞足几条大马路 然后弄个top shot 那对政府才有震慑力 是不是 我就觉得这样 以前 朱凯迪 那些 横宝人士 绿色 那些NGO 就会出来跟你出头 什么王后 都抗争了 现在全部 都清一色 求人得人 香港再没有了 这些反对派 对了 当这些环境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小猫三四只出来示威 挂牌 这些不重要的 是不是 还挺惨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 深男人士 就要出来 都被其他的 男底人士说 他其实是皇帝不过扮男 看到吗 很多皇帝不过扮男 很多皇帝不过扮男 那么扮男 省一点 是吧 反对游行 是吧 是 就说不喜欢的就好走 还有你这些 就算是纳国牌 是吧 你走出来反政府 都是叫做偏激的了 那总之 是一种新的混乱 不过怎么也好 希望 我都很同情 张军澳的业主 希望他们的诉求得值 是吧 还有下次 你再做那张牌 那个牌 那个牌 那个怎么写 都有一个改善空间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继续收听 和支持风云谷 谢谢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下一集再会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